現在是POE 流亡暗道 然後我們來介紹一下第一章的主線攻略流程 首先你人物創好之後 然後進入遊戲 先拿起地上的那把武器 白色的有沒有看到 然後和旁邊那個瓶死的流亡者對話 打死那個旁邊爬起來的怪之後 會掉落第一顆技能池 第一顆競爭紙 好的 然後這個POE的地圖有一定的隨機性 所以可能每個人的地圖會不太一樣 但是他也不會插到哪裡去 就也是都差不多的地圖 然後你接著一直往前走 打死西拉克之後 就可以進入城鎮了 然後西拉克的話你要注意喝水 不喝水打得你嗎 不知道沒事過 可以試試看 這應該沒什麼難度 然後進入城鎮之後 右方的NPC 忘了他的名字 可以拿到一顆技能池 應該都比一開始那顆好用 然後再從右上方進入 暮光海灘 沿路走到船點 中間有一隻傳說網 建議不要打他 船點附近可以進入海潮孤島 裡面有個醫療箱之線 可以拿跑水 不過我通常不會去打 直接進入至熱岩藻 找到三個金彈號的地方 打破鳥蛋 撿起任務物品 衝撞鳥傳說網建議 也是不要打他 等一下岩壁進入海潮地屑 路口附近有一個船點 圍城有技能石可以拿 然後還要傳說網建議不要打他 不過我好像把他打死了QQ 這裡有一個支線可以解 解完也是天賦點加1 你可以之後再回來解 直接進入沉寂海牙 中間有一個船點 然後好像沒其他東西了 一路殺過去吧 圖騰重說網建議也是不要打他 走到底進入碎岩山坡 中間有一個船點 我好像忘了才了 一路殺過去吧 弓箭手傳說網建議也是不要打他 欸怎麼好像跟上一句說的都一樣 經過傳說網之後可以看到預言大師 跟他對話之後然後就可以閃人了 走到底進入靜靈之獄下沉 入口處有一個船點 回程可以拿技能石 建議買個大型生命藥水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買個幼兒圖騰 暗影刺客跟女巫沒得買 沒買也沒差就是了 然後買了點獄展會變得比較笨 這裡有一個昇華試煉 也可以之後再回來解 傳說網如果路過的話可以順手打一下 沒遇到就算了 走到靜靈之獄上沉 一樣有一隻召喚師傳說網 可打可不打 進入監獄宿舍準備打點獄長了 小心他的鉤子地刺跟垂地板 雖然我大部分都讓幼兒圖騰彈走了就是了 打完可以直接登出 下一個船點會自動打開 回程可以拿技能石 走船點進入監獄大門 一直照著路走會被派遞封路過去 請找旁邊的路走 途中兩隻傳說網 火狗跟電法師 遇到可以順手打一下 進入魅影船目 船點不一定在路口 有時候需要找一下 有一個支線可以解 解完4天賦點加1 也可以之後再回來解 進入怨憤之窟 第一章最後一個船點了 回程拿技能石 可以買個兵抗戒 途中傳說網遇到可以順手打一下 進入怨憤之窟深處 途中遇到傳說網可以順手打一下 然後就要打海妖了 主要應該要注意的是冰抗 海妖會二段變身 第一階段注意冰雨跟他發射出去的冰 以及招出來的石像 第二階段一般難度隨便打 注意水柱跟他的冰霜猩猩 殘酷難度以上 拿到一半血會招一隻電的海妖 跟一隻火的海妖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按喜歡 以及把訂閱鍵揍下去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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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